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李娅先生就去化妆了 去上节目了 我在旁边就问那个化妆师说 我说你叫他李大哥 叫我李大哥 叫我蔡大哥 可是我们俩是有年龄一段差 他说可是到了一个年纪以后 不是都应该叫大哥吗 对的 好 那我们就来跟你聊一聊了 今天来到我们现场 刚才我们在中间还没有开始之前 我有跟平衡闲聊 平衡说他最近很晚才开始学会骑单车 我很讶异 你是学舞蹈的人 对 学舞蹈的人那么晚才骑单车 这不是很奇怪吗 又不会骑单车又不会游泳 所以你就知道跳舞跳不好 只好转来做行政 有关联吗 我觉得有 应该像跳舞其实是兴趣 所以六岁就开始跳 然后一路好像也觉得 跳舞不是就是一种很激烈的运动吗 对好像就觉得还不错 可是我也一直到出国 在纽约去念研究所的时候 我其实才真正体认 我应该不是个最好的舞者 因为跳舞的人就是要很拼命 就是要追求完美 那我是很轻松的人 心态上 对所以我想原来跳舞 因为觉得好玩 因为有音乐 那你像游泳啊 骑脚踏车 其实可能都是一个蛮体能的 所以我对于体能的东西 大概从来没想过要做 或者跳舞已经耗费力气 也不会再想去做别的 所以真的到好玩才学 那可是像晚学 有晚学好处 46岁才开始学脚踏车 结果就是差不多10年的时间 其实骑车出去都好开心 因为我都会觉得 我会好厉害 然后看着风过去 我就觉得 一方面当然觉得 怎么竟然没有那么早开始 可是晚开始就是会享受的 有不同的阶段 你虽然这样讲了 可是我听起来还是觉得 包括舞蹈在内 都是我们透过身体去体验这个世界 对不对 都是不管是每种运动也是一样 但只有在投入到其中的时候 你才能够知道自己的身体 跟这个世界的碰撞 跟接触是怎么回事 对 我觉得也跟我们从小学武的环境 可能也有关系 我们在小时候就很像读书 受教育的当时的观念 就是都是老师告诉你 做什么 你做什么 所以我觉得很难去想象身体这件事 我们做的比较多 都是模仿 老师是这样 我们就是这样 我们等于把老师会的东西 就是一套一套的学起来 可是我觉得到纽约 或者最近的20年 我自己成立舞团 快30年这个阶段 关系都改了 对 我发现其实越来越多 其实它让你回到自己本身 你为什么要跳 你为什么要动 然后别人推你一下 你是往左走 还是往右走 还是会落下 其实都要很真实 面对你的感觉 那我才发现说 其实跳舞 因为你很厉害 你可能身体很厉害 所以你常会 就是表面肌肉很厉害 可是你很少去 去探索自己的感觉 那到底这个心情不一样 会是怎么不一样 那我发现说 在从出国开始 慢慢我觉得有一些改变 可是我觉得这几年 像我们舞团 从08年开始 其实跟很多不同的 国外的编舞家工作 那编舞家真的都会 去问很多问题 其实不是身体的动作的问题 而是说你在想什么 他们很多时候 对环境很敏感 比如说08年一个 法国的编舞家 他帮我们编的第一支舞呢 就是在开始 就是有半个小时 都有一个舞者 穿着保全人员的制服 背对大家坐着 然后那个就是他 来台湾他就说 哇每个大厦 怎么都有警察 他们觉得很奇怪 对 然后他就把它变成舞蹈 可是他也在这个时候 告诉舞者说 观众一进来 就会看到你 前面的半小时 都会看到你坐 背对观众坐着 虽然他们看不到你的脸 可是你的身体 透过这个制服 存拿的讯息是什么 观众可以发觉 哇 结果这个舞者 本来是一个很臭屁的 就真的开始去想说 那这个半小时 他到底要透过背后 跟观众讲些什么话 那或者说 他说跳舞 走路 会跳舞的人不稀奇 会跳舞的人 很会走路才稀奇 因为你知道 跳舞都会有一些状态 那你怎么样可以走得很自然 然后在空间之中 怎么样把你走的路径 可以很清楚 让大家感觉 是比你走路更丰富的 这个意向 所以他编论舞 大概前40分钟都在走路 那一方面要挑战舞者说 我不是表现我很厉害就好了 而且我在这个情境里面 我怎么进入编舞者的一些想法 那我觉得在这个上面 也就是一直在让我在想说 其实舞蹈 其实现在的观念 其实非常的宽广 那有很多是透过即兴 即兴就是等于编舞家 可能给你一个主题 然后你用这个主题 用身体来写文章一样 把这个感觉写出来 然后这个文章 这个大概不到文章 可能是智慧 可能是关键字 什么什么什么很多 然后从这个关键字 你再去发展段落 那从段落里面经过简介 才会变成你的舞蹈 那每个人在追求语会的时候 我也看到越来越多是更自然 跟日常生活不会相距太远 可是他也要求自然当中 要有很多精准 不然你很难配合音乐 配合空间 因为我们通常想到编舞家的时候 就会就会想到其他的类型的这个角色 所以我们都会觉得说 他应该是在说一个故事 有情节的 编舞舞者只是在这个情节里面 用舞蹈来传达 可照你刚刚讲话显然不太像 我刚听了半天 我都觉得有点像侯孝贤的电影 或者看绘画有很多也是 你知道以前古时候的画就是很精准吧 就是画风景要像风景 人物肌肉线条这些很重要 可是到20世纪 这个观念都改了 Polick的话就是啪 就是洒颜色 可是洒颜色当中 他会有力量 也会有线条 也会有形成的画面是不一样 那可是给看的人有很大的自由 你可以去看说 哇 不同的是什么 但是你刚刚讲的中间 有一个蛮有意思 你就说即使是这样 但是他还要求精准 换言而说否则的话 如果不够精准的话 那所有观众都会想 那我也可以 我也在走 但是这里面的差别就来 他毕竟还是一个舞者 所以他虽然表现是日常生活里面的走路 可是他是一个舞者 所以他走出来的那个路 一定还是有舞者的某种精准度 我们待会来就可以好好聊一下这个 今天请到了平衡 大家其实对他非常熟悉 他这几年呢 把自己的角色转到了一个编舞者 然后鼓励很多很多的国外的 引进了很多国外的编舞者 进到台湾来 跟台湾的舞者合作 舞蹈空间 舞蹈团 今天请他来呢 是因为待会我们要讲 六月份 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表演 那边是一种很重要的 那边是一个女性的 是逆动的 逆动的 是蟑螂的 逆动的 和声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Your fear is correct We are gonna affect all the virgin women That prefer to run free from the oppression That is an aggression With no intervention I post my pros into your shows Opening my throat in half So the message is rough Those who want to keep the control of us Your fear is correct We are gonna affect all the virgin women That prefer to run free from the oppression That is an aggression With no intervention 晴天雨天每天都想你 Path Radio是我氧气 Woo 就一起 一起在一起 好 你对舞蹈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刚才平衡在跟我们聊天的时候 我相信我们听我们广播的朋友 搞不好有很多人在小的时候也学过舞 他或者是民族舞蹈或者是芭蕾舞 或者是现代舞或者是国标舞等等等等 所有的舞蹈元素都一样吗 或者说某种本质都一样吗 稍微有一点不同的特色 比如说芭蕾我觉得是比较讲究控制线条延伸 就是他所有的优美很像一个公笔画 那现代舞呢 他可能就像一个现代画 他比较自由 他可能可以滚到地上 芭蕾舞者不会滚到地上 那民族舞我觉得最有趣是 民族舞通常节奏感蛮强的 不管是原住民啊非洲啊什么好 那力量也比较强 比如说我们看到京剧里面的武功啦 身段啦 即使是秀气的小姐里面的那个 每一个精准度是内在的力量比较多 所以每一种舞 原则可能不是太大差别 因为可能就是大家都是手脚跟身体 可是控制的特色有点不一样 造成他比较丰富的面向 你自己的舞蹈的背景 训练背景是什么 小时候都芭蕾多 一直到了在研究所去美国 才开始接触现代舞 那当时才开始上了一年的 马萨格莱姆的那个动作 理论上应该是用很多的背 结果都会用错 用了很多腹部练出一堆腹肌 那是很慢 花了很长的时间去慢慢了解 而且我也在教小朋友的时候 才重新去想 跳舞到底是什么 我为什么要教小朋友这些 那他们 从他们的动作里面我看到什么 那你刚才 如果现在要请你跟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 稍微简单一点的来 来介绍的话 什么叫做现代舞 那现代舞事实上 他有一段很长的时间了 所以他的基本观念都有变化吗 有变化吗 对有的人会比较用当代舞 OK 就是欧洲比较用contemporary dance 这当代来讲 其实就是用现代人的想法 就是等于有点像当代的作家一样 就是把你对生活所有的感触 你可以透过作品来表达 像芭蕾舞的时代 比较没有 他比较像古典 故事 像古典音乐一样 对他是欣赏那个动作的美 跟他的难度好 可是现代舞的话 他真的可能性非常的多 以前我在纽约看过一个演出 他可能就铺了一百件衣服在地上 那个人就一件一件的穿上去 穿到最后非常的臃肿 他才开始跳舞 那这个讯息告诉你很多 每个人解释不一样吗 你是束缚也好 你是外在的肥胖也好 还是什么 所以现在我有很多不同的解释 那这个诠释就会回到观众 然后创作者虽然他会有一个想法 可是最后我觉得欣赏的人 他可以有更大的弹性 我觉得这是现代舞很不一样的地方 但是你自己呢 你自己这几年比较多的角色 是等于是提供一个平台 在让不同的编舞跟舞蹈者一起合作 你自己对现代舞的诠释呢 或者说有一段时间很流行的 他们总要问有没有什么在地的台湾的 现代舞的观念 你摸索了这么多年 你自己觉得这个问题有没有意义呢 其实我觉得因为文化背景不一样 其实一定 其实即使是比如说老外来边 边舞边给台湾人跳 可是到最后出来的东西 一定是有一点互相的融合 那像外国人他 我刚说他比较讲究个人 就是你自我的想法啦什么 那这个对台湾的舞者通常很困难嘛 因为你要敲进他们的心坎里 去想他很私密的一些感情啊 想法啦 其实很不容易 可是台湾人有一个很好的就是 大家很包容 很容易发展 就是艺术家有一个想法的时候 他们很愿意去试 就是来试试试当中里面 就会找到一些新的可能 那老外通常好问问题 如果边舞家要说这个 那他们可能说为什么 你想怎么样 就会讨论很多 就是先说大家确定了才会做 可是台湾人就会 好好我们做做看 那有时候做做看 到这个发展有些 他自己就有点自由的东西 也许就出来一些是 编舞家会觉得还还蛮有趣的 不同的可能那个方向会出来 好 这一次舞蹈空间跟科索剧院 对不对 还有NDT 共同来制作了一个共制计划 非常有趣 三个反 反反反反 这要是在戒严时代的话 你们就被抓起来了 反反反反什么 除非你说反攻大陆去 好反对的反就是个反 可他可他用了三个叠字 所以呢就很有意思了 反反反 嗯 什么意思 其实啊这个是出自一个 加泰隆尼亚一个左翼的女诗人的 化 那因为他说他对于说他身为女性 然后身为底层出自底层 然后也是一个被压迫的 这个波度里面 是一个一直在寻求独立的一个区域 所以他对于这个三层这个东西 他自己觉得幸运 嗯 因为有这些的背景 所以让他看到很多不同的事 嗯 那我觉得这个是因为我们跟这个编舞家 Marina 哈 已经这一次会是第四次合作 那第一次呢 大家客气 好 他编了一个故事 写了一个故事 我们就用故事来诠释 第二次呢 他开始探索的多一点 就是他讨论时间 嗯 他对于时间这个元素 哲学的看法 嗯 然后呃 比如说新闻 他也可能是一个时间的 在过去的事 未来的事 这样 然后第三次做沉睡的举手 他其实讲的是个人跟团体的关系 他用了很多纸箱 来呈现 对 我记得 那这一次呢 他就变成非常的 我觉得是他长期非常关注的 在讲女性的问题 好 那他马上就是列出来 嗯 十几本书 嗯 好 然后也有十几个电影 他希望大家来探讨看一下 嗯 嗯 女性在这个时代 或者在 这个 一两百年以来 到底有没有改变 嗯 那像他要看 希望舞者能够去看 像那个西蒙波华的第二性 嗯 然后也要看欧兰德 好 欧兰德看看 就是 然后也有像丹麦女孩 这样子的电影 好 那我们舞团呢 还真的很认真啊 这不要是很认真 还是在打混啊 运用我的上班时间啊 他们认真的看了这个丹麦女孩 可是在这个当中呢 他们其实真的就开始讨论 嗯 我觉得在以前 前面的三次 比较多都是 嗯 马琳娜提了问题 然后她很认真的 大家来 大家来近 近其所能的配合 可是这次因为 资料太多了 大家一定要很快分享 像丹麦女孩 她们就很快开始讨论 男性女性 然后你喜欢一个 像呃 变 从男生 就是变半装的女性 你到底是 同志的想法 还是不是同志的想法 你周围身边是怎么样的人 那你对这些人 你的看法会是什么 所以她很快有很多的聚焦的讨论 那其实舞团 大家平常 我们是个快乐舞团 大家平常就上课啊 跳啊 然后开开玩笑啊 其实很难去讨论一个比较深的问题 可是我觉得 Marena一次又一次 等于敲进舞者的星 那这一次她们这样很容易 就是好几个电影 大家怎么看 然后就分享 那我觉得很重要 就是大家回到 那我们在台湾 比如说我们对女性的看法 因为我们常常对女性 不是对照的就是父权的看法嘛 那就是常常男生都要保护女生啊 爸爸一定会比较保重女儿 连我们这个好朋友这个朱中青老师都说 女儿生下来她就已经说 她女儿结婚的时候她一定不能讲话 因为她会很难过 然后如果她这个男朋友来 她要怎样怎样怎样 就是说狠话都讲出来了 就是很快大家都会觉得说 女生好 女儿好棒 要保护 是这种心态 那可是在这个状况之下 这个是以前到现在 可是未来会不会有一些改变 那女生自身对这件事情的看法 所以换来说编舞家 她也希望透过所有的舞者 透过她讲的12到12个功课 有书有电影 然后在这个 等于就是有点像是 让舞者也在这个阅读过程中 自己去反思很多事情 然后再来跟编舞者一起来讨论 对可是她这个作品啊 因为我们是共知 所以她首演已经有一批舞者在荷兰先演过了 一月底 那评价也很高 那有些部分呢 她会是依照原来原创的版本 可是有些部分她会换成自己的经验 那里面就会有很多段落 我觉得很有趣 因为她用了一个框架 一个简单的道具 可是那个框架可以变来变去 所以人跟框架 这个之间怎么互动 怎么拆解 就是她的重点 这就是舞台的魅力了 因为舞台上面一个框架 一个人 那她就有多种的可能性 而且每一种可能性 都可以在现实生活里面 找到某种诠释的对照 我想这就是舞台 一种非常极简的舞台 创造出来极大的一种能量 好在我们现场的是艺术总监 平衡 它带来的是六月份 他们舞蹈空间 有一个共制的一个舞蹈的计划 就叫做反反反 三个反字 大家回来 请不吝点赞 POP大国民 请听蔡师平 好欢迎回到POP大国民 我也是常在想 我在我的节目中 我说我很喜欢找一些不同的创作者 来我们节目当中聊聊天 因为你晓得所有的上班族 其实在某种类型上很像 对不对 就是说他每天就上班 工作为了养家活口 可是你换个角度来说 每个人内心深处的自己 认识自己那一块跟世界那一块 其实完全不一样的 对 同样一个公司上坐那边 十几个人坐在那边上班 每一个人的心思 每一个人看这个世界 每一个人跟别人的肢体的互动 内心里面对爱 爱的看法 其实十个人大概就是 就十种完全不一样的想法 所以我常常觉得 创作美好的地方是在这个地方 对不对 就是说我们透过一个创作 比如说这个变武者 他用反反反 用了三种不同的处境 可是也许我们他讲的是 加泰隆尼亚这样的一个女性 的处境 可是反过来讲 我们会在不同的 每世界的每其他角度 有人是从 比如台湾人对于 加泰隆尼亚这一块 要求政治上独立这一块 台湾人可能有一些感觉的 那对女性 台湾人也一定有很多女生 是有感觉的 所以我想这就是创作 最有趣的地方 对 尤其是像这次 Marina其实选择一个算是硬的题目 因为你看前一阵那个 没有人说反反反不硬 前一阵那个爱马华森那个问题 就是大家就会 女性主义应该怎么样 只要提到女性主义 又很多正面反面的看法 可是我觉得Marina就是很厉害是 她其实在作品里面 其实你看不到她是在怨恨 或者是什么 而是她用很轻松的方式 在在告诉你她的收集到所有的情报的最后的转换 像我刚才说她用那个框架 那个框架就是一个很灵活处理的一个小道具 她可以是方的 可以是三角形 那方的把舞者框起来的时候 哇就很像一个一个照片在转换 可是她变成三角形 她立在当中 大家在里面穿梭的时候 就好像是你无形之中 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什么东西 在影响着你的心境 那她也有一个段落 我觉得是看影片是影响很深刻的地方 就是一个舞者是上半身裸的 其他的四个舞者把她包围起来 每个人手上都拿了两支麦克比 然后当这个舞者在中间要动的时候 那个麦克比都在她身上留下痕迹 那这个痕迹呢 就会有很多不同的意义 我们也讨论了一下 她就会像中国人看 可能有些人就会说 哇 我们常都觉得裸体是一个不解的事情 所以你只要一这样子 你就会被人家画出很多的轨迹 那我看起来就觉得说 哇 女人啊反正怎么动 其实都是你自己想动 可是别人就会刻画出一些 你应该要有的刻板印象 那她看了又会觉得说 啊其实女神可以这么自由 所以说因为的这些话 你可以创造出一些不同的身体的 那个意象 所以光一个简单的东西 她就是用这种很轻松的方式来做 那这些所有的框架在很多很多 从头到尾不同的转换之后呢 她最后竟然把那个框架 不晓得很聪明的一拆 就变成一个跳绳 然后大家就好开心的 把那个框架拿来当整个跳绳来跳 所以我就觉得她实在太高明了 她等于用前面再叙述了 这么多的现象是 框架虽然可以变形 双框架可以每一个人改变一点角度 就可以把一个框架改变 可是框架还在那里 可是当这个框架被打开的时候 哇每个人其实就会有一个 真的一个很开心的一个出口 那我觉得这也是她用一个非常 细微的角度在鼓励大家说 其实每个人都还可以做多一点点去改变这个 所有对这些事情的影响 对一个初如果说今天有很多年轻的朋友 或者一般的朋友对于现代舞 是稍微有一点点陌生的 听你这样讲的时候 又觉得蛮有意思的 好像被带起了一些 可以反思一下日常生活里面 作为一个不管是现代人 还是一个女性 或者关心女性的男性 或者Anyway 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人 就带出一点好奇的话 那他们也许都会问 看现代舞会不会太难 会不会不容易去去体会 因为比如说你刚刚讲 他需要自己去诠释 而不是在台上就是演一个历史剧 演一个民族舞蹈 在讲一个故事 所以你从头到尾都看得出来 那当这个他是在传递一种理念 用一种理念跟舞蹈 然后舞台上的各种构图 来表达一种象征的时候 需要我们自己去诠释的时候 总是难免有一些听众会说 会不会太深了 我怎么知道我又没看出他的意思呢 面对这样的问题你都怎么回答 其实我都觉得别人的 有时候还不一定 其实Marina的舞非常容易看 就是你完全不去想 框架跟女性的关系 你会看到一堆人好像在玩游戏 然后你会觉得说 原来这个框架可以变成各种形状 那这些舞者一边跳一边变形 然后可以把一个道具玩到极致 然后最后大家就很开心 就是一个游戏 就是我们面对一个东西 我们怎么驾驭它 怎么最后不会被框架限制 就是不会被这个道具限制 最后是找到一个更多的玩法 如果是这样 那你看完也会觉得蛮轻松的 可是当然他这一次这个作品里面 也会用语言 那他们也会讲一些 用了一些照片 比如说在荷兰有一个 里面四个女生一个男生 那个男生刚好是一个 比较阴柔气质的人 所以他们有一个段落是 所有的人都会戴上 那个人的把他的脸像 当成自己的面具一样 所以每个人一下 突然五个人都长一样 所以我觉得 从每个不一样的人 突然变五个都长一样的人 不管是谁 你也不用去解 就是不要怕太深的解释 你一看就说 集体的 这个到底是美 还是不是美 是恐怖还是不恐怖 这件事 很快大家可以有一些感觉 那他也会用一张 我这样会不会都破梗了 他也会把这个男生的东西 用一张大海报 用玛丽莲梦露的那一张 很有名的一个落照 把它换成了这个男生的脸 所以你很快 我想大家也会看到说 这动作很面熟 可是你看玛丽莲梦露的时候 你会觉得 哇好美好sexy 可是怎么换成一个男的 而且你的感想 立刻可以转 所以我觉得他聪明是这样 就是很多视觉很强 所以你一看 你就会很快有一点联想 可是如果没有联想 你就看着舞者在 好轻松可以玩游戏 可是变很多花样 也会觉得好玩 好 那而且这个演出 因为是现场的音乐 有大体琴 对 有大体琴 有电子音乐 所以音乐本身非常的 有节奏好听 所以你就光是听音乐 看肢体 配合的这个状况 也会是一个比较轻松 而且这个作品 因为就六十分钟 他真的没有压力 有时候就晃就过 就是看看就过去 可是到最后 应该我就觉得 会被他呈现的景象 因为有时候他有很多段落 所以你至少会有一两个段落 我其实会有感觉 有时候我常在觉得看一些表演 最有意义的地方是在于说 你离开那个场子之后 某些画面 某些音乐 某一些 比如说是电影的话 情节 或者是舞者的某些肢体 你就会一直在脑海中 在那边盘绕 对对对 这是最看表演 看一个艺术表演 创作的时候最开心的地方 好6月8号到11号 6月10号到11号 这个反反反 那就会在台北 在台北水源剧场 这次在水源剧场的演出 那售票系统 是两厅院的售票系统 好我们待会来 再继续跟平衡来聊 下集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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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欢迎回到POP大国民 六点到七点钟 今天在我们现场的是 舞蹈空间舞蹈团的艺术总监 平衡 我刚才跟他开玩笑 哇 平衡平衡 他这辈子就跟舞蹈 是挂了一个等号 这个平衡两个字还用得真好 我们刚才有聊到 就是在六月份 舞蹈空间跟科索剧院 还有NDT的共资计划 你刚刚有特别提到说 我们是现场 整个表演说是现场音乐 我还看了一下相关的资料 作曲也是为了这个舞蹈 专门专门做的剧 我们这个编舞家是西班牙人 现在就是定居在荷兰 那这个作曲也是西班牙人 定居在比利时 他们两个其实是从 15年那个作品聚首 一起大家谈起来 那时候他们一起去参加 一个示威游行 结果前后左右一看 怎么只有两个 他们两个是从事艺术的 所以他们就开始讨论 现在艺术家可以做些什么 然后上次合作 我觉得应该还蛮愉快 所以这次又一起 那他有用大提琴 上一次是 我们没有让他用大提琴 因为大提琴来要两张机票 对对对 最近这个还上了新闻 两张机票还不能够 行李还不能多 对然后他这一次呢 就是说他找到一个 非常好的这个DEO 可以一张板 那我们就同意说 他可以现场来做 那这个创作者 我觉得他很有 因为你知道作曲 跟舞蹈合作 就是难度就是说 你又要音乐好听 可是又要能够跳 这怎么样的音乐能跳 好像很难说 就是他必须要真的 花比较多时间 跟着舞蹈一起创作 就是一起合作 就是排练的过程 他们最好要紧密 所以他会比较知道 比如说内在的感情 然后还是这里 要节奏比较强 然后节奏强是要 适合让他往下沉 还是往上跳 那个感觉可能都会 音乐的选择都会不一样 那他本身就是一个 生活上非常开心的人 他上一次来台湾 自己演出结束 他就开始去花莲 然后去太鲁阁 我说你怎么去坐车 他就说就坐火车 然后就换公车 然后什么什么就可以到了 就是他完全可以 享受所有周围的事情 所以他出来的音乐 也是那种 就是很温暖 然后节奏感 然后旋律都很好玩的人 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的话 我们也期待 因为他除了用 大体型电子 他还要唱 在现场唱 对他还要现场唱 那当然这是 对于未来的巡回 是比较困难一点 每次我都得带他 比较麻烦 可是我也觉得就是那个丰富性 其实会出来 从事这些活动 虽然一定很辛苦 而且不但辛苦 还得要 前期的准备完了之后 还要后期 还要为票房 还要来花一点心思 因为说实在 你也不可能说 让自己的 每次处理 主办这些活动 规划这些活动 一路陪 因为陪到最后 你也不肯再玩下去了 所以我想 你自己在这边得到什么乐趣 我觉得其实也是交朋友 那像我们从Rence Marina 然后开始他介绍这个客手剧员 然后我们开始很多制作都是共制 那共制我就发现说 大家的好朋友可以越来越广 一方面呢 其实共制很大的重要性 就是在于说 大家都出经费 所以可以在 我们其实比单独出比较少 费用里面 然后可以有更大的效果 然后另外呢 就是参与其中的艺术家 其实大家等于都有所成长 因为你的网路也扩大 你的 就是你在发表演出的地方 也越来越多 那我们也希望这个 其实 我觉得因为 台湾其实很难走出去 平常 是透过这个舞蹈 透过表演艺术 其实大家都会见识到说 台湾舞者很特别 像我们三月去欧洲 去荷兰巡回的时候 那我们有一场是一个艺术节 那那个总监就会说 台湾的舞者很特别 因为东方西方的训练都有 这在世界上都很稍早 现在这个制作是 东西方的编舞家 艺术家 大家合作 这就是我们舞蹈节 应该走的方向 那所以全场的观众就会 顺着他的重点去了解 那我觉得如果不是共制 不是这种机会 其实很少人会 因为欧洲随便选择太多了 人家不一定要到台湾 可是因为经过台湾 跟台湾的这个合作以后 大家会发现说 像荷兰舞蹈剧场 前一阵 二月底来台中演出 他们技术人员就说 哇台湾好厉害哦 技术好强哦 跟北京不一样 我心里想当然不一样 就是用这种机会 我觉得台湾才真的 而且你想想看 你这样子做 等于就是让透过舞蹈 让台湾的某一个 某一个面向 被西方 被欧洲注意到了 被看到了 我想我们常说 我在广播中也常说了 就是说我们台湾 一直很渴望被人家看到 可是渴望被人家看到的方法 有很多种 那我想平衡 还有台湾的一些舞者 他们做的工作 就是透过舞蹈 来让台湾跟欧洲 透过共制的活动等等 被看到了 那像你刚刚讲的 事实上被看到以后 他们就会知道说 哇台湾的舞者很厉害 其实他们对台湾舞者的评价 的另外一个角度来说 也很像对台湾的评价 我们基本上是在东西方 交汇的这个岛屿上面 创造出了很多很多 很有意思的 对 好六月的八号到十一号 那它是晚场 七点半 然后但是中间的 六月十号跟十一号的 周六周日呢 有两个下午场 对不对 这是在台北的水源剧场 舞蹈空间舞蹈团会有一个 反反反 这样子一个活动 舞蹈的表演 那也希望各位呢 有机会可以透过 这个这个系列的活动呢 来感受一下 舞蹈跟我们自己的关系 我们跟我们自己 生命情境的一种 相互的变成的关系 非常感谢平衡 谢谢 谢谢 也谢谢各位的收听 五点到七点节目 到这里告一个段落了 希望大家平安喜乐 I'm trying to put you in the worst mood P1 cleaner than your church shoes Billy.2 just to hurt you All red lambs just to tease you None of these toys only's to Made your whole year in a week to Made me Try to your lead to a Saw Try to your lead to a House to empty Need a centerpiece Twenty racks a table Called from every knee Cut that I ran into skinny pieces Now she clean up with her face But I love my baby You talking money Need to hear a name You talking about me I don't see a shade Switch at my side I like to get in your lane Switch at my core If I kill any pain Look what you're trying I'm a-I'm a-I'm a starboard Look what you're trying